今屆政府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將會在星期三發表 主題是迎來新局面和新機遇 最關心的第一個議題是房屋和土地供應 消息說發展新界北將會成為報告焦點 有全政府有意打破傳統 由以幾個新發展區進行的規劃報告 改為以整體方式全面規劃 調整後的新界北整體發展範圍 可以達到超過8,000公頃 以興建供應房屋為主導 提供40萬至50萬個住宅單位 政府亦會重新打造區內的交通基建設施 包括興建北環線 和在元朗洪水橋興建鐵路系統 接駁深圳前海 消息說港府亦將會研究修例 放寬新界祖堂地的出售條件 由現在需要全體子孫持份者同意 改為只要7成半至8成業權人同意 就可以出售祖堂地 加快新界發展 至於市民亦都關心的紓困措施 政府說早前已交代 所以報告中不會再有篇幅 談及疫情下的支援 如果日後有需要 將會由各國施局長提出有關措施 東網記者黃詠彤報導 同意 Trisite 麥雅 瓶 李雅 瓶 車賦 你 為何 我 迅速 我 車賦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